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而外戚之乱被平定后 大汉王朝却面临了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 在动荡的时局中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最终被推上地位的 竟然是原本默默无闻 且身处边地的代王刘恒 那么诸旅覆灭之后 在众多具有继承权的刘氏后人中 毫无优势和背景的代王刘恒 为何最终能够脱颖而出 成为新的皇帝 他的上位又能给大汉王朝 带来怎样新的气象呢 河北省委党校丁曼明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 第三部第四集 选中代王 朱吕是覆灭了 朱吕覆灭以后 接下来 工程们的决定 给汉朝 选出了一位 杰出的皇帝 在这位皇帝 以及其后 接下来 几位皇帝的努力之下 整个中华民族 引以为傲的盛世 由此开启了 那么 朱吕覆亡以后 到底谁该做皇帝 凭什么 非敌非长的刘恒 最后能够做皇帝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一个问题 朱吕诸浪一拼夕 刘翔 刘彰 我们说他们 兄弟二人 绝功之伟 毕竟他们的是 率先发难的 一内一外 兄弟二人 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拼定朱吕诸浪以后 周伯承平这些人 就跟这个朱吕侯刘彰讲 你啊 现在赶紧告诉你哥哥 朱吕之乱已经平息了 让他赶紧收兵 罢兵 回去吧 不要再动了 这刘翔啊 接下来就真的罢兵了 那么说刘翔起兵 是有所图的 现在 皇帝 之位没定 自个儿起兵 等于说什么也没得到 那他为什么能够心甘情愿地罢兵呢 我们说 这个呀 就比较内人寻外了 刘翔之所以能够罢兵 我想有三个原因 这第一个原因 刘翔得罪了刘四中青 刘翔起兵啊 我们说他这个起兵 有两个地方做得不太好 有两片 这第一片 是欺骗了齐国的丞相 这个汉初诸乎国的丞相 是由中央直接任命 他起着对诸侯一个制约作用 汉初诸乎国的军队 也是归丞相节制 这个诸侯王是无权调动军队的 所以刘翔 立兵默马准备起兵的消息 一传开 齐国的丞相 邵平马上 掉进齐国诸侯的这个军队 要包围齐王府 邵平是有实权啊 有军权啊 这种情况下 如果邵平坚决反对 这个齐王的起兵 那就是有个很麻烦的事情 起兵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候 我们说 这个齐王刘翔 手下有三个得力的人选 人手 一个是他的舅舅弑军 另一个人叫魏伯 是他重要的谋城 还有一个人叫祖武 这个魏伯啊 说我给解决这事情 那是邵平 魏伯就去找邵平了 跟邵平讲 这个齐王刘翔起兵 明不正言不送啊 这个即便中央有啥事 也不该他这么做呀 他是诸侯王啊 我觉得他做得不对 所以啊 我愿意跟你一块 去制止他 起兵 哎 邵平一听 挺好 就把这个军权交给了魏伯 让他去允军事力量 制约刘翔 结果这个魏伯得到军权以后 马上反过手来 来收拾邵平 邵平自杀 等于说 齐王刘翔起兵的第一步 这个最大的障碍 一下扫除了 但这事啊 干得挺不挺的 把一个忠心耿耿 为汉朝的丞相 邵平给逼死了 这刘翔的第二片呀 骗的是谁呢 狼牙王刘泽 这个当初 吕后为了拉拢这个 这个刘氏的这个宗亲 就把当时 刘氏这一组里边 地位最高 辈范最高 他的这个现从的 这个刘邦的 远方的这个汤帝 刘泽 改封为狼牙王 狼牙这个郡啊 原来是齐国的一个郡 改封刘泽为狼牙王 封帝呢 是从齐国 直接把狼牙郡给割出来 所以刘翔这凭空 被自个儿的绑架 给割出去一块地方 他对刘泽 其实是心怀不满的 所以现在要起兵 刘翔 接下来把目光 就对准了刘泽 刘翔就派这个祖武 手下的这个 得力的人士 去找这个刘泽了 祖武就跟这个刘泽讲 你看齐王年少 年纪轻轻也没有经过战争 那您老呢 当年高足时期就已经是能争贯战的大将了 那现在呢 齐王想啊 起兵讨伐租旅 但他没经验 想以让您老 您能不能亲自起价 来做这个工作呢 刘泽兴挺高兴 没多想 跟着这祖武就到了这个 刘翔跟前了 一到刘翔的大将 刘翔就把他扣留了 然后让祖武返回狼牙国 把全国的兵力都给动员起来 统一归刘翔调配 这刘泽呀 到了庚前吃了个哑巴亏 怎么办 刘泽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看 军权已经被剥夺了 自己在这个刘翔庚前 他就的心是怎么样脱身啊 最后讲到了一个脱身之计 刘翔骗到了这个刘泽的军权 刘泽呢 没有兵权了 然后呢 他呢 翻回头来跟刘翔讲 你看 长安城呢 接下来该负责决定 谁来做皇帝了 我在咱们刘氏中青里边 备份最高 我去做这事去 我在你这儿也没事可做 刘翔就真听了 就把他放了 刘泽就这么走了 刘泽离开了刘翔 回到长安城 你想一想 他被骗的这事 那当然刘氏中青就广为人知了 刘翔这个人连自个儿绑架都骗 这个从道义上来讲 他已经落了下风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按理说 在众多的刘氏中 刘翔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 从出身来说 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皇长孙 从功绩来说 在平定诸旅的过程中 他立下了汉马功劳 从实力来说 身为齐王的他 拥有众多土地和军队 那么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刘泽 就让他与皇位失之交臂吗 这背后是否还有着哪些 显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 讲刘翔的智囊 财力不够 刘翔最得力的人选智囊 是魏伯 刘翔手握重兵 犹疑不定 他如果想挥师进入长安 必须经过冠阴 所组扎的新阳 那是逼近之路 但是呢 身为功勋输将的冠阴 同样手握重兵 刘翔很忌惮关于 这关于呢 听说刘翔手下 重要的智囊叫魏伯 就派人把魏伯招来 招来魏伯以后 就责问魏伯 你为什么要穿夺齐王齐兵 关于这段历史呀 《知智通信》是这么记载的 文魏伯本叫齐王举兵 就是听说你魏伯就是 这个鼓动齐王举兵的 主要智囊 这么个说法呀 是比较中性的 可是你看史记里边 这么说的 史记里的记载是 文魏伯本叫齐王反 一个举兵 一个反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反是造反呀 如果是说造反 大家想一想 冠英 把魏伯招来 直接责问魏伯 听说是你 串着 齐王刘翔 造反的 有这回事吗 这冠英劈头盖脸 这么一问 这魏伯呀 有点傻了 魏伯 吓得战力不止 再也说不出 一句话来了 这酒精沙场的 大将 冠英盯着 这个魏伯在那看 看了半天 和和一乐 都说魏伯 是个 智云双全的人 现在我这么一看 不过如此而已 云人一个 这么着 这种人 能成啥事 走吧 回去吧 把魏伯给放了 让他回去 回齐过去 冠英啊 断定了 魏伯这种人 成不了事 别看他前面 折腾得挺欢 我们说 这个魏伯 让冠英这么一问 就说出 这么一个理由了 这魏伯呀 这个确实是 这个体现出来了 这人的这方面上 胆略不够 魏伯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表现呢 有人就讲了 魏伯 之所以假装害怕 是为了以图避祸 是装的 如果说他当时 顶撞冠英 很可能掉脑袋 所以他要装 示弱 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 实际上我们讲啊 魏伯 鼓动 齐王 举兵 他呀 属于这个 忠奉 刘邦的 旨意形式 属于 师出 有名啊 有人就假设 说 假设魏伯 如果这么回答 观音 说 非刘氏 而亡 天下共计之 这是高地的旨意啊 我这么做 鼓动 齐王 举兵 这属于响应 高地的旨意啊 你怎么能说 我是在鼓动 齐王 毛反呢 如果观音 进一步指责呢 魏伯 还可以讲 我这么做是正义行为 你指责我 你居心何在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你是不是 通情诸语啊 这个帽子要给 观音一扣 观音恐怕就 没法说话了 但是 魏伯 没这么讲 啥也没说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表现 按道理 魏伯是一个知识 脑子很灵光的 这个人啊 我们说 他这个时候 这属于典型的什么呢 关键时候掉链子 那么 魏伯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为什么 关键时候掉链子 说魏伯这个人啊 司马迁在史记里边 讲了他一个事 通过这个事情啊 你能看出 他是个什么人 说魏伯的父亲 当年是一个 弹琴的乐师 曾经受过 秦始皇的召见 这等于说呀 他爹是见过世面的人 可是他们家 整体来讲呢 出生底层 出生卑微 所以当这个魏伯 年轻时候啊 就想到这个 齐国 相国 曹灿的府上 谋个差事 可是呢 因为家里边贫寒 地位卑微 连个引药的人都找不着 无缘得见 齐国当时的相国 后来叫丞相 曹灿 那怎么办呢 这魏伯呀 打听招 曹灿有一个舍人 舍人就是手下一个 工作人员 他们家住的具体地方了 这魏伯很有意思 打听招以后怎么办呢 就去这个舍人家住的 刚才 他也不敢去人家家 因为舍人的地位 在他眼里边 那也是很高的 怎么办呢 魏伯想了个方 每天天不亮 偷偷地去这个舍人 门口 把人家院外边 这个街道啊 打扫得干干净净 每天去 这个舍人很惊讶 我没安排人 打扫我们家 大门外边啊 怎么每天见到 都干干净净 谁打扫的 这舍人就运兴了 每天 一出去一看 打扫都干干净净的 终于今天去得早 看到一个人 正给打扫呢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替我们家 打扫大街啊 这个魏伯就讲了 我呀 就想见见 相国朝餐 我想投奔他 我们谁也不认识 我就听说 您在这儿中呢 所以我就通过 这么多方式 想请您啊 给引荐一下 我没办法 我就会这个 这舍人挺感动 好吧 我给你引荐一下 他怎么引荐 他就让这个 魏伯做了 他自己的一个水宠 负责给朝餐驾车 结果有一天 朝餐他们正在 谈论一个什么事 魏伯呢 趁机就发表了 自己的意见 朝餐驾 嗯 不错呀这人 通道这么清楚 这个见解挺好 所以他就跟这个 齐王刘斐就讲了 然后就把这个 魏伯就引荐给刘斐 刘斐呢 很看重他 任命他为内使 算是高级官员了 然后到了刘湘这儿以后呢 这个魏伯的地位 进一步上升 已经成为重城了 我们前面讲过 刘湘起兵 这魏伯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制约刘湘起兵的 第一个 绊脚石 丞相邵平 就是魏伯给解决的 所以你不能说 魏伯是个拼晕之辈 可是就这么个人 最终呢 我们说 让这个大将冠阴 一质问 亚口无言 原心被露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常讲啊 这个 万物相生相克 人和人啊 过去有一句话叫 寄生于于何生量 这两人之间啊 一个就是 另一个的克星 我想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冠阴可能 就是魏伯的克星 这魏伯一见冠阴 过去的豪气充天 过去的聪明才智 在人家跟前 完全无法施展了 因为冠阴不是魏伯 原来见过的那些 靠智慧 或者说是靠嘴的这种人 那是大将杀发决断 一句话说不对 脑袋就可能搬家 面对这样的人 面对冠阴强大的气场 这魏伯啊 彻底的就有一件 原心毕露了 这脑子呀 就不灵光了 有点 我们今天话说 就是在冠阴面前 他彻底死机了 所以啊 接下来冠阴看透了 他的这个本质 所以果断地把魏伯放回去 放回去魏伯也再不敢 给刘翔出什么主意了 你看 刘翔最倚重的智囊 就是这么个货色 让人家一句话就说得 原心毕露 可想而知 刘翔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说物以内聚 人以群风 魏伯是这么一个 关键时候掉链子 上不了台面的人物 刘翔又能高到哪儿去呢 可想而知 第三点原因 就是 这个刘翔啊 心怀奖性 刘翔是刘邦的长子长兄啊 这一点来讲 这是一个无可替代的 特殊的政治优势 政治资源 这种独特的政治资源 使刘翔啊 自己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 所以啊 刘翔当年呢 这个 在这个刘泽 狼牙王刘泽 想脱身的时候 劝他的时候 刘泽跟他讲 你看现在咱们刘四中心里边 你是长子长兄 接下来 评判诸律以后 就有一个 让谁当皇帝的问题 我呢 属于辈范最高的 你扣在我这儿 我能干啥 啥也干不了 长安城还等着我 来决定谁做皇帝呢 你赶紧让我走 我去长安 我替你说话 刘翔一听 赶紧准备了好多辆车 就把这个刘泽 给恭恭敬敬的 礼送长安 我们讲 你前面刚骗了人家 转眼就想让人家说好话 你脑子咋想的 我们讲啊 不能说 刘翔 智商不够 只能讲 历令智慌 在这个 极大的 利益诱惑面前 刘翔的这个智商啊 有点不够用 长安城经过一场短暂 但惊心动魄的变动之后 慢慢平静下来 功勋速将们 开始商议新的皇帝人选 他们选择的范围 当然是刘邦的后裔 和吕后有千丝万缕的 汉惠帝流营的儿子们 首先被排除在外 那么在其余的皇室宗亲中 为什么代王刘衡 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接下来 在长安城就面临着 政治格局 政治版图 如何改写的问题 在当时 非流姓不亡 这是共识 别人谁也别想觊觎 所以接下来 那么谁来说了算 哪个人能当皇帝 在当时的长安 当然是工程说了算 工勋速将 以周博 这个成平为首的这些人 他们说了算 但是他们选择的范围 必须是刘邦的后裔 刘邦两个儿子 现存的 八个儿子 剩下俩了 先说老八 老八 刘长 是当时在长安的 我们说刘长 他呢 母亲 在他出生以后不久就自杀了 他从小是让吕后养大的 等于说他是吕后的养子 所以啊 这一上来 他的这个继位的可能性就没了 怕他基于对吕后的感情 返回头来 对工程们反共倒算 那么惠帝刘英有儿子 而且有少帝 刘洪是少帝啊 可是接下来 这个政治格局的安排 少帝 包括刘英的其他儿子 都被工程们忽视了 为什么 自知同见说了一句话 周大成 相遇阴谋约 就是大成 偷偷地聚在一块商量 商量什么呢 说刘英的这些名义上的儿子 都不是他亲儿子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这些人跟吕后 都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所以不能选这些人 所以 少帝 包括少帝的几个弟弟 这些人上来就给排除了 少帝被排除了 那么就是看刘邦的儿子 刘邦的儿子 究竟该选谁呢 大成的意思是 是诸王最贤者立志 那么谁在贤民呢 自知同见记载 或言其王高地掌松 可立也 大成节约 吕士乙外加恶 而己为宗庙 乱攻城 经其王救 弑君 虎而冠 激励其王 复为吕士乙 这段话什么意思 要立皇帝了 有人就提出来了 说齐王是高地 刘邦的掌子掌松 可以立他 结果 大成们都说 说吕士 就是因为外企 太逊恶 实力太强 所以说 差一点危及 刘邦的宗庙设计安全 摧残工程 如今呢 齐王 刘邦的舅舅 名字叫四君 这个人是虎而冠 什么意思 像老虎一样熏悟 关键是 他还像人一样带着官 所以他是一个 我们今天话说 就是人面寿星 心横手辣的这么个主 所以一旦如果立了 齐王为皇帝 那意味着什么 旅后外企专权为乱的历史 马上就冲演 所以这么一说 齐王刘翔 就被排挤出去了 刘翔彻底出局 原因竟然是因为 他的舅舅太凶恶 太厉害了 司马迁在 《史记七道王世家》中 还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很有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反对云里刘翔的人 不仅仅是诸大臣接约 还加了一句 说狼牙王及大臣约 看来啊 狼牙王刘泽 确确实实替刘翔说话了 只不过说的是反话 当然刘翔就更不可能 被立为皇帝了 那么刘翔不可能 刘翔也不行 因为他是旅后的养子 而且《史记》的记载就是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刘翔也 从在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母家 舅舅家很逊恶 刘翔母亲是一个 被欺凌被侮辱的人 最后在监狱自杀的人 他的娘家人有多大势力 所以这都是托词 工程们唯一说不出口的原因是 刘翔这个人性格很殉悍 这个人也属于心横手辣的人 我们后边会再讲到刘翔 那么刘翔不可能 接下来唯一的选择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刘衡 代王刘衡 公元前196年 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刘衡 被封为代王 小小的年纪 便与母亲一同前往偏远的封地生活 转眼16年后 公元前180年 十年23岁的代王刘衡 却被太尉周博和丞相陈平等元老派 联合盈利为新的皇帝 这也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那么功勋速将们将他推向地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代王刘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请继续收看《评说资质通鉴》第三部第四集 选中代王 所以接下来资质通鉴的记载是 代王方金高地建子最长 人孝宽厚 太后家博士锦良 且立长顾述 况以人孝温天下乎 乃相与共英诗人招代王 这道话说什么意思 说代王是当今 汉高祖刘邦 现从下来的 年龄最大的儿子 而且这个人刘衡 人孝宽厚 这个名声远扬 说刘衡的 他的舅舅家是博士 博士一门 也是非常仁厚的君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选立刘衡 而说博士一家 谨慎文良 再说了 立皇帝本来就应该是立年长的 立年长的就是民政严肃啊 更何况代王又于人孝而闻名天下呢 所以说 大成们就决定 赶紧悄悄地派人 去请代王刘衡 到长安 因就是偷偷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消息要走路的话 怕危及到刘衡的安全 来 就这么走 刘衡被遭到长安 做了皇帝 这个刘衡是生受舅舅的所赖 不能做皇帝 那么刘衡 他凭什么呀 我们说 因为一句话该课 刘衡其实他的资源 说不好听点叫没资源 谁让他是刘邦的儿子 有人说刘邦的儿子 这个身份就是他最大的资源 不过说老实话呀 这个资源也应该打个问号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说刘衡的母亲 薄姬 她呢是魏国的贵族的后人 薄姬的母亲叫魏敖 魏国的这个宗室之后 他生下这个薄姬之后啊 后来把薄姬呢 取派给了项羽 大风诸狐的西卫王 魏豹 加个魏豹以后啊 后来这个魏敖请当时 最有名的一个项面大师 叫许富 这个人在当时非常有名 我们后边还会讲到他 涉及到他 请许富给自己的女儿看项 结果许富一看说 这个薄姬呀 贵不可言 他将来会生天子 结果魏豹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这个西卫王 魏豹以后 魏豹一听 我的女人会生天子 那我还干嘛要 臣服于西卫霸王 项羽呢 所以魏豹呢 就造反了 刘邦造反以后 他就也造反了 也造反了 当然就跟刘邦 给称为同盟军 可后来 刘邦败了 同城之败 这魏豹呢 一看自个儿也成不了事 跟着刘邦 成不了事 怎么办呢 就想重新投到 这个项羽盟下 可是诸位知道 项羽这个人啊 是很刚强的一个人 宁泽不完 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 特别率性的一个人 魏豹 这个背叛了刘邦 刘邦一看啊 他对自己有威胁了 刘邦干脆派韩信 这些人 把魏豹给杀了 那么魏豹的家属 这些这个家眷 也都归于自己这儿 搏击呢 就此成了刘邦的俘虏 然后呢 被刘邦呢 安排在这个 职房里边做苦工 实际上说呀 刘邦这个人比较好色 很多敌对方的这个女人 归到他这儿以后 他要看上了 就灵性了 可是呢 他迟迟没有灵性搏击 这个搏击呀 有两个闺蜜 一个叫管夫人 一个叫赵仔 这三个女人 过去是非常好的朋友 闺蜜 结果管夫人和赵仔呢 先后被刘邦宠幸 刘邦呢 有一次带着管夫人 和赵仔他们这些人啊 在这个河南城稿的灵台 在这个地方待着 结果呢 这姐俩啊 看到这个搏击在那儿 做苦工 在那儿职房里边受罪呢 这两人就讲起当年这段往事来了 嘲笑波及 正好刘邦听着了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们姐事过去是闺蜜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说了有父同享 有难同当 现在我们俩 你看这日子过得这么好 看他在那儿狼狈的呢 刘邦这个人啊 挺有豪气的一个人 一听这个 你俩 这叫啥闺蜜啊 真不地道 你们说他落魄吗 我今天就灵性他 我要让他得宠一下 来 刘邦 说到做到 就灵性了波及 就生下了 后来的汉门帝刘恒 刘邦呀 灵性波及的时候 波及就想 哎呦 今天就梦见呀 有一条龙正好盘在 我的这个胸口之上 你看今天 陛下你就 找我了 刘邦一听 是吗 好 那我今天就得随你所愿 让你生个儿子 所以就有了这一次 但是 生下这个孩子以后 这个孩子 刘邦并不待见 包括这个孩子的母亲 薄姬 刘邦也不待见 这个孩子 刘恒 六岁的时候 刘邦就把他 封为诸侯 但是封在 代国 代国 诸位知道 这过去是一个 面临 熏奴励势力 随时入侵的 这么一个 苦寒之地 当代王 并不好 而且 六岁的刘恒 去当代王 这是把孩子 往虎口扔啊 刘邦这事 干得有点 不太好 虽然说 赵王如意 也当过代王 但时间极短 可是刘恒 这个代王呢 一当就当了 十六年 我们说呀 这就有点 不大正常 刘邦对一般的 他这八个儿子 其他七个儿子 一个比一个好 封的地方也好 为什么对 刘恒 就这么不待见 当然了 客观上来说 正是刘邦 对刘恒 这么不待见 刘恒呢 实力 比较弱 吘后也看不在眼里边 所以吘后称之以后呢 也不把这个伯姬 作为自己的 情敌和政敌 还宽宏大量 让伯姬 去跟你儿子一块 去待着去吧 去代国去吧 这么走 伯姬 以伯太后的身份 去了代帝 跟自己的儿子呀 母子儿人相依为命 我们说呀 这个 刘恒 伯姬母子俩啊 在当时 不招人待见 但是 确实 这样一做呢 他俩呢 保存下了 实力 至少保存下了 自己的命 现在 以这个刘邦 现在从下来的 年龄最大的儿子 这么一个身份 被朱大成 公推为皇帝了 应该讲呀 这汉文帝刘恒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 推选出来的皇帝 选是选出来了 有没有能力 做好这个皇帝呢 这就得看 这个刘恒 有没有本事了 那么 刘恒 做了皇帝以后 都干了什么事情呢 他是怎么 做这个皇帝的呢 请看一下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ui